法国圣诞市集昨天发生夺命枪杀案 造成至少15人死伤 调查显示 嫌犯干案时曾高喊真主伟大 警方目前已经将案件定调为恐怖袭击 并在社媒上传还在潜逃的嫌犯照片和资料 全力通缉他 法国斯特拉斯堡一个充满家节气息的圣诞市集 转眼间变成枪手杀戮的空间 星期二29岁的枪手谢里夫开枪扫射 造成至少15人死伤后成功逃脱 法国警方星期三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上传谢里夫的照片和资料 希望获得全民帮助 通缉这名列入监控名单的宗教极端分子 将他神之以法 调查显示 有目击者听到嫌犯干案时高喊真主伟大 当局目前从试图透过恐怖袭击谋杀 和涉嫌加入恐怖组织犯罪的角度 开档调查 这起枪杀悲剧震惊法国社会 大批斯特拉斯堡的居民 星期三晚上在事发现场附近 亮起蜡烛 祭奠死者 宁静肃穆的教堂也响起了哀悼的钟声 信徒在教堂祈祷 唱上歌表达悲道 这一天很重要 这一天我们认为 那些死在这城市 因此犯罪 我们也认为那些死在这城市 抢杀案法国总理菲利普表明 巴黎检察官正滴水不漏的调查案件 并确保嫌犯受到法律制裁 抢杀案发生后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下令 国内所有的圣诞市集 都必须加强保安 卡斯特说 我们打赏aco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 他们要注意 要注意 要做些 pans 要上 你要注意 就是这个案件 如果我们要来 我们要去网民 我们要来 我们要来 如果我们要来 用来 我们要来 零 我们要去 如果人家 是不太 可 虽然如此 圣日尔曼德佩区圣诞市级的保安规矩 似乎没有改变 只有阿卡巴塔尼一人 在有关地区巡逻确保安全